我們來看台中間 就說要來公關的風景開樓林 四個都看到樓邊有這個團團 要做生理都會用這個槍棒 不過可以最小看就是這個槍棒 都定在企劃上面 是用這麼長這麼長的鐵頂 這樣把它定下去 就跟台三山公關的樓上 原來都是流動團團的招牌 生理競爭急烈 槍棒一個劃比一個劃更高 有的人生理是觀光給它頂著手頭 舊的香港所高興後已經拆下來 也是頂著手頭的木條和鐵頂 還留在面頂 看來當地民眾的感染真的不甘 頂著手是不好 因為我自己有種手 手上去的鐵頂熟到 就有一個拔痕我就心很痛 這些團團和招牌頂著手 都是集中在風水路和民地路這個地方 團團離開後拿到招牌 但是大大小小 有青有青的鐵頂 還留在手面頂 若是手上沒有辦法來給亂 對走過的人也是一個威脅 就跟香港所省略 會快要刷牌頂的鐵頂 鐵頂的部分我想應該 如果還有存在的話 我們會請進入隊 盡速地拔它拔除 這可以就是 就是禮拜六以八天懸掛 它的商販 禮拜一到禮拜五不營業 不營業期間它就拆掉了 不營業期間 用長的鐵頂 正在手心裡面 已經最愛到手下的本身 20萬年生的中秋 這裡就要做生意 受到頂竅 雖然改善後 改用鐵頂來拔掉了 但是長久了 這些手心面頂也都做生意 分薄 甚至手牌會落下 這個斬金利路台頂端平線 最美的競管道路之一的立台 香港所標示 如果因為這樣造成了手下死去 會向這業者來投錢 接下來 中央報道